HELLO 大家好,我是Hidy 如果你有看我之前的影片,就会看到我在韩国买了什么化妆品 今天我就要分享我买了什么护肤品 我是同一天拍的,但因为真的太长了,所以我就要分开两三集来说 我想说,这里超级重 我买了这么多,你看箱子大 这个箱子比我大 我买了超级多东西,后来发现了自己 我不跟牌子了,拿到什么就说什么,因为真的找不到 首先要跟大家说的是,我买了5支通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买这么多通 便宜的会有Apure和Mamount的这支通纳 Apure是这一款 Mamount是这一款Rosewater通纳 然后两支是一样的,是马妆的Hera Cell Essence 这是我去到韩国一定会买的通纳,不用问了 里面一套会有两支通纳,我已经开了一支了 然后会有两支化妆棉,我觉得化妆棉是一般般,没什么特别的 不过最重要的是这个Toner,它是超级好用的,我是超级好用的 最后一支Toner的名字是这个 其实我本身是不认识这支通纳,不认识这个牌子的 我刚刚去到一间店铺,然后不知道为什么手痕,滴了些手 然后我一路走了之后,我就走,然后摸自己的手 一路跟我男朋友说,我的手真的很滑 塗完通纳之后,我的手超滑 他忍不住就沿路回家店铺买了这支通纳 它的价钱大约120元左右,其实我不太记得了 是这个 range的了,然后我买了这三个Cream 这款跟刚才的通纳是同一个牌子 我买它的原因是说它是一个calming cream,敏感的时候塗完 是晒完太阳之后,刺激完的皮肤之后塗的 我就对它很有兴趣 而且它的眼霜是蓝色的里面 它是一个很漂亮的,人与眼泪的蓝色 所以我就很有兴趣试一下这个Cream 第二盒就是Palmara的这个berry watery cream 这个也是我每次去韩国都别买的 每一年去韩国都会买的 一定会用得完 我现在这个盒都用完了 我稍后这个胸评计大家会看到它中型 这个是补级货 我已经用了三盒四盒 这个超推计大家去买 这个是在olive yarn买的 它的牌子就是23岁 我上网看到人们说用了它之后 夜晚的品质会消失 我很期待这个效果 所以我就买这个第三个Cream 然后这个也是23岁的 让大家看看它的盒子 这个是一个美白的Cream 很多时候美白Cream都会干的 它是标榜美白质也是保湿的 它干得这么厉害 我又冲了去买来试一下 然后这个是否超有趣 其实这个不是买的 这个在Pure我买东西的时候 之前买化妆品买了很多 然后他送了这个洗面泡泡给我试 我觉得它还可以的 因为我在韩国的时候 我本身不是带洗面东西去的 太干了 然后连我男朋友都跟我说太干了 然后就说不如我们去买一支洗面 它是从来没有要求过这些东西 可信而知韩国的天气 实在是男生都受不了 然后他送了这一支之后 我们用了就觉得OK 那就不用再买洗面了 所以如果大家看到这个也可以买一下 我记得它是20多港元就会有的 而且它是很方便的泡泡洗面 这个包装挺有趣的 然后就到BDL的这个primer 它的名字叫Beauty Finisher 我在韩国的时候 其实那个人跟我说这个不是primer 这个妆会很贴 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三个机 然后一听到这些保湿效果强劲的primer 我就冲了去买来试 虽然韩国售商很强调这个不是primer 它说是护肤最后的步骤 但其实我觉得这个名字差无几 所以我都应该会照当它primer 看起来可以的 我也试过上手 是真的很保湿的 所以有点期待这个效果 然后这两支也就一样的 它们是发味油 它是一个玫瑰味 超级香的玫瑰味 而且如果大家经常去韩国 都会买那种橙色千中衣的发味油 我把它放在图上 我觉得那种完全不好用 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么多人买 我觉得那种很厉害 它是够润的 但是又油又厉害 然后头部会好像油塌塌的 一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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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我是不喜欢那种效果的 我是比较喜欢一些滋润 但是清爽 即是头发仍然看上去是干净 不会像三天没洗头那种感觉的发味油 这一款是绝对做到那个效果的 因为我本来买了第一支 然后我没有带发味油 就立刻用 用完之后 我就不停地去找 想买 已经找不到 然后当我看到的时候 又只剩下一支 我怕是买了它 充满少女心的粉红色浸 赢了 对不对 而且玫瑰味真的很香 如果大家去韩国的话 不要再买橙色那支 买这支 这支也是1万2千万左右 也不用100元 买这支 然后就到MASA 我觉得自己不是买了很多 希望我可以很快地说完 首先不用说了 Palmer的这个 我都说了这个是我最爱的 它还要买一送一 不用问 一定买了 接着 Dr.Jot的这款 这款是贵的 它一块 我减了价都差不多4-50元一块 这一盒只有一块 我是没用过的 但是我的朋友跟我说 这个超好用 而且只是韩国有得买的 所以一定会买来试 其实我不只是买了这么少 但是我不知道已经放在哪里了 所以稍后要找一下 蓝色是保湿 然后粉红色这个是Firming 紧致的 我是中女 很需要紧致的 接着这两款也是MASA 这个也是Dr.Jot出的 虽然它的样子有点奇怪怪怪 保湿那款我用过 我自己觉得一半半 但是我不相信扯 所以我就买多一款来试 这一款是这样一盒的 它也是那些要搅拌搅拌 然后放在面上的一个MASA 这一款是写着Moist Collagen的 亦都是我上网看到一些有人推介 我也买来试一下 这些其实不便宜的 就算在韩国买也好 它也要30元一次用 所以它们也算是一个贵价MASA 我对它们的期望是更大的 给PAPERMASA 所以如果它做不到一个更加强劲的效果 我就会跟大家说 不用买 到时我就会更新 记住看我Instagram 认真的 MASA我真的不是买很多 这次对比起我以前 因为我实在太多存货 所以我是有收敛到的 这个应该是送的 是Toni Moly的 然后这个也是送的 是Duty Free送给我的 然后就买了这个黄色药丸的DOTA JUG 它是主打FIRMING的 因为蓝色药丸那一款我是很喜欢用的 所以我今次也买了DOTA JUG的很多这些系列 就算看看它是否每一款都这么好用 除了这个FIRMING之外 就买了这一条LINE 这条LINE它的保湿效果是无敌好的 如果你是像我那样的三个肌 你买DOTA JUG的这条LINE 记住这个样子 它全部无论是Toner、Cream 全部都是这个包装 即是黄色、白色的 它是超级保湿、超级滋润 我没有买到其他东西回来是因为夏天 我真的用不着了 所以如果你是秋冬去韩国的话 真的买这个系列来试就非常之好 然后就买了这个绿色药丸 其实绿色药丸在香港都可以买的 不过我不想一次过买五块来试 因为我不知道有没有用 所以就买两块在这里试一下 这个铜色药丸我本身是没想着买的 因为我不知道它有什么用 但是我看到一个内地的女生 它是掃了整个架子 然后我忍不住看到它这样掃 我又抢了三块回来用 但是我不知道它有什么用 我会试一下 是不是这么好用 要抢了整个架子 然后Eto Health 我就买了这个透明质酸的棉膜 因为那个我姐姐说 这款是保湿效果很好 然后还剩下我最喜欢听到的保湿 这两个字 我就买来试一下 然后买了这一款 这一款是没听过人说过的 但是我觉得大无为精神 我很喜欢去试新东西 所以我又买了一块回来试一下 然后这一款也是保湿的 这里有一些精华 我很喜欢这个包装 我觉得很有趣 我又买了几块回来试一下 保湿效果究竟哪个是最好的 然后这些是震品 这一款我是给名字吸引的 I don't know yesterday 我觉得它的名字超有趣 然后又是保湿面膜 所以我又买来试一下 这一款就是同一个系列的 I'm sorry for my skin 就是不同的功效 它是一个啫喱的面膜 我之前在韩国是已经试用过的 但是我不在这里讲心 那就可以了 不然这支影片会很长的 如果好不好用呢 我也是之后再跟大家分享 好了 到压着最后了 就是The history of who 這個是鼻貼精華的套餐 還有買了他們的綠容面膜 我之前跟大家說過 去韓國一定要買套餐 雖然韓國和香港的價錢已經接近了 單品來說 但以套餐來說 也是韓國價錢很多 還有我有一種買的攻略 這個可以遲些跟大家分享 就是樂天的Duty Free App 便宜很多 這一套包括一支大50ml鼻貼精華 一支小20ml鼻貼精華 然後我上次說的 幸好這次的套餐也有 就是這個露露 這個露露是冬天必備 超好用的 這次比起上次更好 上次送了一個toner和乳液 我是不喜歡用的 這次有得試新的 超開心 這是潤唇膏 然後這個是一個導入的精華 我超想試這個 其實我本身是想買的 但因為太貴 所以我不捨得買這個貨 而且我不知道好不好用 所以這次有得試 如果它好用的話 我下次一定一定會買 這一套東西 香港應該是賣大約1300元左右 但我在韓國 我在那個app裡面買這一套 再加上這支綠容面膜 還送了一個這麼大盒的禮物 都是1000元港幣 是否便宜很多 所以大家記得要留意 或者留言告訴我 如果你想知道這個買東西的攻略 怎樣可以省到一半的價錢 怎樣可以在韓國 用了最便宜的價錢去買 的話 記得留言問我 好了 我會回答你們 好了 這次韓國的護膚品購分享 就來到這裡了 涵接了上一條影片的化妝品購 我只剩下一個 就是雜汗 三副鞋襪 雜物 隱形眼鏡 然後有一點點食物 之後會再跟大家分享 如果你喜歡看這條影片 記得按個讚 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禮拜都會上載兩條新影片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我們來到這個 COS COS MALL 這裡就是它最標準的圖書館 這裡很大 這裡的書全部都不用填可以看的 很高 你看看 很漂亮 是不是整件事文青了 這個旅程 很漂亮 然後上面也還有 這裡的東西 接著 我有 slack 過 我 在這邊 我 上次 我 我